第二个部分 驾拍动作 我先示范一个 先给你们一个侧面 对方来球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有一个这个动作 再去完成回拍 驾拍 回拍 驾拍 回拍 OK 然后我带球示范一个 我往后走 来侧身驾拍 来侧身驾拍 侧身驾拍 OK 这个动作 就是我们讲的驾拍动作 简单的理解 它其实就是一个准备动作 对方给我一个后闪高球 我准备好要接球了 它就是一个准备动作 那么这个准备动作 给大家一个标准 来看一下 先给侧面 前脚对着前面 后脚对着侧面 这是站立标准 如果打的过程中 两个脚都是侧面 因为要移动 对吧 要移动 OK 收腹提吞 手拿起来 做斜杉字架拍 我站近点 这个是正杉字 看到吗 这个中间一束 两面一束 一横 一个杉字 斜杉字 左高 右低 左手大臂小臂 90度 右手 大臂小臂 45度 小臂手腕和球拍 形成一条直线 拍面朝地面 拍面和地面平行 如果你找不到拍面 和地面平行的感觉 教你们一个技巧 把你的手腕 对着前面 手腕 在你握拍正确的基础上 看一下 手腕对着前面 你的拍面就正了 看到 你拍面就正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握拍 很多同学之前会有这个疑问 对吧 这个握拍是不是很别扭 对吧 这样看着是切拍的 这样苍蝇拍打得多顺 对吧 为什么我们不用苍蝇拍 是因为虽然这样我们是切拍的 但是我架好球拍 蹬地侧身动作一出来 拍面就正了 看到吗 我的拍面就马上就正了 就是这个目的